今天咱这顿饭啊 是咱们来天津以来品质上最顶级的一顿 已经超越了天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馆头了 探寻藏在街头的十年老店天津百角园 这个网友可说了 这家的猪肉三鲜饺子堪称世界第一 尝尝尝尝尝世界第一的 这个饺子呢虽然说还没吃 闻着这个醋香是对路的 咱们世界第一猪肉三鲜饺子来了啊 它这韭菜是这种细韭菜 不是这种大宽叶韭菜 吃到嘴里边这种韭菜只有香它不呛 还有说调的这个馅咱们家里边要不然就是酱油多了 香油多了 人家这里边就是没吃出香油的这么重的口 咱们家里边做的都是以香油为主 人家家这里边是以料油为主 香油也好料也好 没把人家总体的味儿破坏掉 人体现出来的就是鲜香 回口呢有一点点酱香 它这个跟其他馆子的三鲜馅不一样 这网友给说的是世界第一 应该他所吃过的饺子里边没有超过人家的 你吃过的有没有 除了我老婆抱的饺子 在心目中只能拍第二 只能拍第二 这饺子并不欣赏 真的这网友绝对是一赤柱 因为咱们家每家每户都抱饺子 但是它过程之后再拿你知道吗 这个得要从全方位来说 第一个饺子皮 你吃到嘴里边绝对是这种肉头的抠痰 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 啥意思知道吗 这打到媳妇也不能说啊 揉到的面 这面你要是不是揉透 不是揉到了 这面的筋道劲出不来 鲜鲑鱼馅 能超过猪肉三鲜吗 超过 鲑鱼肉非常鲜 然后没有一点鲑鱼的腥气 人家把这个处理得非常好 吃到嘴里边是鲜香 这馅还有汁水 来天宁就是哪家饺子馆都会有鲑鱼馅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小葱或者是韭菜 这些配料呢 是为了遮一下鲑鱼馅本身的这种腥味 但是它同时也损害了鲑鱼原有的鲜味和香味 但是人家家的鲑鱼馅 白白净净的 里边什么配料没有 纯纯的就是鲑鱼馅 只有人家店家对自己的食材有足够的自信 人才敢这么做 你知道什么馅最难调吗 调好吃了白馅 今天咱这顿饭吃的 是咱们来天津以来品质上最顶级的一寸 已经超越了天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馆头了 这一份饺子多少钱 我看看我吃不吃得起 世界第一的饺子 十九块趴一两五个 咱们三两差不多六十块钱这一趴 然后白鱼馅的四五十块钱 世界第一要有世界第一的身价 每一个饺子吃到嘴里边都特别清香 吃的是食材的本味 一般的饺子馆它是以饺子为主 热菜和凉菜都是它的短板 我今天特意点了咱家两个热菜 但是我挑不出人家任何的短板在这 咱们哪天咱们找个时间 来他们家尝一下菜 看看他们家在天津这个城市 高手如人的餐饮圈 这菜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